用乌克兰语一同声援 俄乌战争持续延烧 根据联合国统计 乌克兰难民数已经突破300万人 16号在立法院内 由立委罗美林和管毕林范云等立委 共同捐赠物资 那目前他们是面临的这个医疗物资 还有这个日常用品的这个缺乏 我们就特别的来响应捐助毛毯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族经过多少个政权 百年来我们非常可以感同身受 但在对乌克兰民众伸出援手的同时 民间是否会因为战争而燃起仇视 俄罗斯民众的问题 也因此甚嚣尘上 立委希望外交部起头成立 俄乌在台侨民关怀的专案小组 小米歧视保护在台的俄乌侨民 协助他们相关 包含他们可能碰到了签证 住房跟这个相关资金 这个流通的这些人道的一些协助 还有包含他们现在 可能要保障他们的居住权工作权 甚至不能在台湾受到这个相关的歧视 来评估好不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看如何来成立 那这个就必须要跨部会 那我们来协调那个比如像教育部 或者是说移民署 而赈灾基金会开设的政绩乌克兰专户 募款已经突破六亿 而这些资源流向也是立委关注焦点 必须做到专款使用 并注意中间经手单位 云西新闻有量五六立法院采访报导